而这起事件 现在有家属认为 当地的路况并不差 怀疑是遭到收押的驾驶 打瞌睡 才会因此酿火 事故游览车被打捞上岸 浑浊江水上 还能看见漂浮的残骸 市东旅客家属 24号下午赶往意外现场 止不住伤痛 临江呼唤情人 到现在相关的配合都没有 你们看一线路 我都怕你们不用拍我们 看下去我都翻嘛 从那边可以这样翻下去 你们翻给我干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的 市中乘客家属赶到现场 好生气 因为看到的是更多疑点 23号中午 载了24名台湾旅客的游览车 从华安方向 沿着山壁一侧的右线车道 返回漳洲 不宅的路面就算湿滑 照着行驶方向 应该是撞上山壁 但当天游览车却是摇摇晃晃 翻向另一头 10公尺深的川级水流众 造成重大死伤 会打滑 这个路会打滑吗 不可能的 清台人来看就不可能 三位小孩来看就不可能 平常这个完完全全绝对是驾驶的故事 驾驶从右线开过来怎么会 它怎么会换到走线的河里去 是会这样子在睡觉吗 还是聊天 造势原因为何 众说纷纭 有可能是连续弯道路况不佳 也有人说是连日暴雨 失华难走 而现在更有人质疑 是司机打瞌睡 目前现场仍以持续收救为主 只是原因仍需相加调查 要给台湾游客一个真相 在潘涛雨中央报道